半冠胺这个成分 它本身其实在我们生理上就有 包含像乳汁啊 或是一些乳制品 其实它都会有一些这个成分 那甚至我们身体体内 本身就会制造这一个 那它本身的效果原则上 它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 同时呢也可以抑制我们这个黑色素的生成 这个Isobionicamide 它本身这个是属于维生素B3的家族 那它本身具有这个抗发炎的效果 那同时也可以促进这个半冠胺的成效 再来就是它也会减缓黑色素啊 分泌到这个表皮的这个脊转 那再来就是维生素B3啊 这本身它有一些抗老化 以及过去维生素B3本身 也有一些研究显示在口服的部分 它有一个抗癌的效果 A醇本身在现代的保养品都很少使用 那A醇本身的效果最主要就是 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代谢 得到一个进步的状况 那第二点就是它也可以 让我们的一些皮肤的老化 还有细纹这些等等 都有一些改善 那只不过如果加在一些产品里面 有时候因为氧化的关系 它有一点泛黄的情形 那但是不影响到效果 我们的皮肤代谢观看 我们的皮肤代谢观看 感谢观看